腾讯体育新8月18日,亚迦达亚运会正式开门迎客,亚迦达曾于1962年举办过第四届亚运会,它是季曼谷,新德里后,第三个,取代第二次亚运会主办全的首都城市,开幕式上一届。 明明总统成为最大亮点,他骑着摩托车炫酷登场,竹火炬点燃环节,点燃最后竹火炬,台,的是印度尼西亚,传奇羽毛球女单选手王连香。 19日,亚运会迎来第一个比赛日,上午10点,武术中的男子强拳项目,将决出本届亚运会手金,摔跤,跆拳道,游泳,射击,极箭项目以军有金牌产生。 晚上7点开始的游泳比赛最值得关注,小将礼宾结合王简佳和,将作为双保险丽兵游泳项目手金,女子,1500米自由泳,孙杨将在200次比赛中,向自己的第六块亚运金牌发起冲击。 学家,女初战男子100米洋涌的比赛,亚运会受月前瞻,首尖争都中国战游泳池大战孙杨登场精彩回顾,燕尼总统展现速度与激情,作为亚迦达亚运会正式露面的首日,凯目是犹如一道东南亚菜,带着火热与激情迸发出新的亚洲篇章,凯目是开篇环节,总统左科先是不出总统府,随即在行进路上遇到赌转问题, 这个时候,很多外国游客都非常熟悉的印尼堵车问题,以及印尼人的解决办法,被制作成了创技,亚迦达的摩托车保有量,达到900万辆,很多民众出行,都是选择摩托车,而左科总统这个,创意,还兼具了几个安全意识,首先就是着重强调要戴头盔,这是安全的重重之重, 当然,戴上黑色的头盔,也便于替身演员,此时的画面切换,相信观众能够猜得出来,后面骑摩托车表演刺激的环节,一定是专业摩托车手来完成,随后还有一个环节, 是路过学校区域时,左科总统还特意停步,那样小朋友,这一幕暖了所有观众的心,紧接着,左科摩托车手继续驰骋,并来到竹体育场,通过VIP通道后,来到主席台, 左科总统给人的形象是缓不走,并且脸上挂着亲切且内脸的笑容,相信这一次,由总统亲自参与的创技,一定会长久的留存, 在亚运会的记忆里,雅加达亚运开幕,燕尼总统上演激情摩托秀与球女神王莲香边或朝韩时隔半年在携手入场平昌东奥,会打开了朝韩体育的大门,时隔半年双方再次体现体育无国节的真谛,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在彭加洛体育场举行,朝鲜与韩国代表团在开幕式申举朝鲜半岛起共同入场,并肩组成连队参加女兰, 赛艇,龙舟三个大象的比赛 今年二月的韩国平昌东奥会开幕式,在阿里兰的旋律中,高举朝鲜半岛起的汉朝运动员附入体育场时,全场欢声雷动,成为东奥会的经典一幕,仅仅时隔半年,在雅加达,两国再次携手入场,现场掌声震耳,朝韩联合代表团起手,是汉国篮球运动员林英辉, 看,台上,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和朝鲜内阁副总理李隆南,也是高举着肩在一起的手,向运动员问好,手拉手在线暖人心,朝韩第十一次大赛联合入场先高潮赵帅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仪式环节, 跆拳岛奥运冠冠冠赵帅,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七个入场,全场掀起一个小高潮,在运动员入场仪式,各代表团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 爱富汉代表团第一个入场,东奥驻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最后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七个进入主体渔场, 其手是跆拳道名将赵帅,赵帅曾在2016年领约奥运会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夺冠冠, 这是中国跆拳道在领约奥运会的首金,也是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历史,上的手梅金牌,去年是锦赛上,赵帅又度的男子63公斤级冠军, 也是中国男子跆拳道手梅市锦赛金牌,参加开幕式的中国运动员有中国男排, 中国基建队,中国水球队,中国跆拳道队等,赵帅长期中国代表团自信入场蓝色长龙召起彭博羽球千号王连香点燃圣火水来点, 加2018年亚运会烛火炬,这个答案终于揭晓,印尼的羽球千号王连香,而回顾亚运会点火历史, 这个重大任务,几乎都由东道主国家,的一线体谈明星单起,毫无疑问, 这些火炬手都不如使命,用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为亚洲体谈代表性人物, 当火炬来到主会场,经过几位印尼体育明星的传递后, 最后,来到羽球千号王连香的手中,他舞台上的火山顶端跑去,点燃了火山顶上的火炬, 随即煮火炬如同火山喷发,升起旋律的圣火,现场烟花升起, 意味着2018年亚运盛宴,也就此大幕拉开, 接迷亚运圣火点燃者,为伊尼多奥运手机爱情故事, 只是无双金日看脸上午10点, 无数中的男子长拳项目,将决出本届亚运会手机, 比赛会安排在19日上午9时开始,值得一级的如果尊费员能够夺冠, 那么将是中国军团连续第五届,拿下亚运会的手梅金牌, 晚上7点开始的游泳比赛最值得关注, 届时一共产生7枚金牌, 孙杨将在男子200米自由有亮相, 力争夺取该项目大满贯, 学战于则出战男子100米羊勇, 他陨入江陵界的PK值得关注, 礼宾节,李朱豪有望在女子1500米自由有, 男子200米蝶勇获得佳绩, 除此之外,李朱豪和王州将两相男子200米蝶勇, 使静林和于静瑶出战女子100米挖勇, 刘亚新和彭旭伟比拼女子200米羊勇, 女子4×1,100米自由有, 中国和日本将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同时在上午的11点, 奥运冠军之时, 中国女排将迎来首个对手越南队, 以朱婷为首的中国女排, 开启了冠军之旅, 遗憾的是张长宁与南方是因伤无缘, 作为世界赛的前站, 亚运会仅仅是纪念中国女排的小考而已, 只要发挥出自身的正常水平, 冠军当是中国女排的忙中之物, 关键时刻, 两员大奖缺席押运, 再源于自信, 中国女排13运出征, 而冠军, 依然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 射击将在升东京奥运, 新增项目10米器步枪, 混合团体和10米器手枪, 混合团体两枚金牌, 在今年与韩国昌圆举行的世界杯赛上, 由杨浩然赵若竹后吴嘉宇继小金组成的中国队, 已将两项归关收入脑中, 如今, 这四名选手再次联盟征战, 亚运赛场, 至少一枚金牌值得期待, 男子中介, 女子配件的个人赛, 将拉拆几件比赛的序幕, 在任川亚运会上, 东岛主韩国队获得这两项冠军, 此番以九五后为主的中国剑客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另外, 中国男足将迎来小祖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爱联球队, 在小祖赛前两场赛事中, 取得两连胜的中国队一提前进级16强, 此番只需打平, 就将一小组第一的身份突现, 女排抵达甲家打党平时一阵容调整, 这目标不会变动小麦CM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